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误打误撞 以前我们在古代在做针灸 因为它有实诚的观念 比如说很多人听过中午的时候 不要做过度的刺激 不要针灸 对心脏不好的人可能会负担不了 如果我们自己平常在做这个按摩 大概很简单 就是说有伤口的时候 不要做 你不要碰它 如果你要按摩要利用器具的话 那个器具不能刮破皮肤 那个道具不能把皮肤刮破 对很重要 如果你需要用比较大力的摩擦的话 那可能需要一些润发剂 比如说像面素利达姆 或者是凡士林 对 如果刚刚我讲的 如果你在利用洗澡时间 有水有肥皂的时候 大概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再准备其他的润发剂 就很方便就可以使用 所以在按摩之前 需不需要瑞瑟素 泡一下脚 让脚舒缓需要吗 最好的方法是说 你在按摩之前要先热敷 就泡脚 用毛巾热敷 你在按摩 按摩完再泡脚 如果最完整的一个过程 你时间充裕的话 这个是最完整的过程 先泡 先热敷 热敷 再按 按摩 然后再热敷 热敷就对 等于是热敷 用热敷或是用泡的都可以 就对 等于是用这种步骤 如果你做完这整个过程以后 让加速体内的排泄的话 你可以多喝一点温开水 对对对 让你身体的刚刚处理过以后的杂质 能够尽快的排出体外 这是一个更完整的一个 一个做法就对了 所以等于是其实听起来方法没有很难 对对对 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会不会说在饭后也不要做 还是有没有这个规定 或者是有没有这个一些禁忌 大概如果就像我们专业厨艺来讲 如果你吃饭吃得太饱 所谓吃得太饱 譬如说你去宴客 已经好撑了 吃得很撑 当然不适合做任何的刺激 对 还有你今天过度劳累 过度劳累也不要 你指的劳累是自身体力的劳累的部分 你自己觉得今天好像很累了 好像我就快想睡觉了 你就不需要再去做这些 先睡觉好了 就不需要做这些动作 这老祖先留下的智慧 还蛮妙的一些观念对不对 老祖宗的智慧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说我们想要让自己脚放松的时候 所以要看时间是不是适当 在我们体力状况还OK的时候 就可以做这个舒缓我们的脚的部分 那讲了这么多的这些基本观念 大家有没有听懂了 有了吼 好 那当然就开始要请我们的徐老师 来教怎么这样做逐步按摩 要做逐步按摩总是要请一个model 让我们的徐老师来示范 对不对 好 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吕姐 担任我们的model 好 来 欢迎您出场 那首先教各位一个最简单的 对我们的小腿 可以快速的增加小腿血液 血流的一个特殊的穴道 它叫祖冰 祖冰穴 祖冰穴 祖冰穴在经络里面 属于祖绍阴圣经的一个穴道 它是祖绍阴圣经的细穴 细这个字在古代就是 现在人讲的消炎穴 所以它本身就很好的消炎作用 叫细穴 祖绍阴圣经的细穴 叫祖冰 那祖冰穴大概怎么找呢 很简单 告诉各位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来宾觉得可以了 你也可以一起做 我们可以跟着做就对了 把脚稍微翻一个角度 这个是我们的小腿 小腿有两根骨头 外面这个粗的叫筋骨 外面有个小的叫肥骨 我们大概筋骨的 大概它中间的部位 筋骨内侧圆经的部位 你自己手去压 压到最酸的那一点就是对了 这很酸喔 很酸 你自己刺也很酸 我不是说我很大来自己刺 这样也是很酸 很酸吗 超级酸 你压得很大还是很轻 很轻 就会酸了 大概这样听得懂了吧 就是这个大概靠近中间 你自己手看 你觉得最刺激那一点 好像有耶 对耶 有耶 你有按到吗 这个里长在往内 骨头内侧 对对对 骨头内侧 对对对 找到了 找到穴位了 这个穴位就是 你找到会有个特别酸的地方 对对对 那这个按摩有个特殊的方式 你这样子按效果不佳 我告诉各位 你这样按下去 你自己可以承受的压力 按下去大概5秒钟 1 2 3 4 5 放掉 放掉 再回去再压5秒 所以不是揉吗 就是用压住就好了 1 2 3 4 5 放掉 再压 那要持续多久 持续几次 5次 好 来来 回回五次 放掉 放掉 1 3 4了嘛 好 来 1 2 3 4 好 放掉 我自己都有感觉 就酸酸的 对 有感觉吗 有 有哦 有酸酸的哦 那你现在是觉得脚是热的 有吗 有脚有热吗 是 不是 等它的血液性反应会增加 你看 两只脚的感觉有没有不一样 有 怎么说 不一样 这里比较轻松 比较轻松会比较热 这么快哦 血液循环增加很快 才按一个穴道 我其实自己都会感觉 因为我们脚上的穴道很多 如果做简单的方式 效果又比较明显的 就这个穴道 所以是两只脚都要做吗 对 那你要记得 刚刚我教各位那个过程 那个方式 它效果才会比较好 要先有前面那些过程 先热 也是要热敷吗 当然有热敷效果也很好 热敷小腿啦 热敷完之后 然后再来按 按压的方式 刚刚我教各位那个频率 重点是如果你有留指甲的 很重要 不要用指甲去搓 所以你也不需要说 这样一直搓一直搓 效果反而不好 对 因为我像平常 如果我高阴鞋穿久了 脚会痠 小腿会痠 我都会习惯这样子搓 所以这样是错误的 对 它这个穴道有个特色 增加我们小腿的血腥 血液循环 我们增加血腥 它就是可以快速的提供 营养养分之外 可以快速的把我们 那个发炎物质 由代谢过的杂质 快速的代谢出去 所以治疗这个 它第一个观念就是 促进血流 促进血腺 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包括我们热敷也是一样 促进血腺 所以 第一个穴就很简单了 对 那各位应该 很简单听得懂吧 有听懂吗 有 有找到自己的穴位吗 就是你刚刚找那个位置 有找到 也不错 好 竹鼻穴 好 那是第一个穴位 来 第二个 第二个 那个增加血腥完以后 我们就如何放松肌肉 对 那我现在用我自己的脚 这给各位看 各位可以一起做 哦 我们的脚 你利用我们的手 大概这两个地方 这边的地方 比较有肉的地方 对 这个练功夫要天心穴 天心穴 你离开骨头 你利用这个地方 轻轻的这样对撞 哦 从上而下吗 对 然后再 对 从上而上 从下而上 用这两块地方 就这两块 手腕放松 这样子对撞 对 哦 对撞 对撞 对 对 对 有没有觉得 对撞的力量 刚好你觉得酸酸的 有吃掉肌肉 那感觉酸酸的 嗯 弄得还蛮舒服的 对对 对 这样子 撞一撞完很舒服 OK 你这样撞完了以后 自己 刚刚利用这边也好 前辈也好 再撞一下 对对对对 对 你这时候撞就撞这个 比较有肉的那块 比较有肉的那块 小腿比较有肉的地方 就这样碰 让他肌肉能不能震动 嗯 你觉得也会 所有的人撞都会酸酸的 对 就是有点酸酸的 好 那你撞完你这样撞完 他肌肉 这要撞多久 这个时间倒是没有不用限制 平常像我们做这个 想到就可以做 大概有20下就够了 哦 20下就对了 20下 它效果就可以显现了 想到就可以做了 你撞完以后 你两只脚 如果一只脚不敲 你这一脚敲过 你会觉得它就松开了 有 这只脚不松 差很多 就很松 连脚底脚趾头整个 它都会松开 它都会松开 所以这个也没有分嘛 这个是我们做小腿的 保养一个肌肉 因为我们插关分鞋 很简单 它一垫起来 哪边的肌肉在用力 就是小腿 肌肉 所以你要防止 要防止你的脚产生问题 第一个就是 你穿高分鞋 这个专业的 专业角度来讲 就是要把第一个小腿肌肉放松 我一整个 一直在放松我的小腿 对 那你 会比较死 不会有萝卜腿吗 当然 好问题 我讲的是时间很长的以后 时间很长的时候 如果你每天都有在做 我刚才一直强调 你可以利用洗澡时间 有热水 要热敷也方便 有肥皂 也可以当问法剧 这自己在做 自己在家里做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阶段 如何促进小腿的血圈 还有放松小腿的肌肉 好 这是第二个动作 接下来第三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那我们小腿处理完 就会处理这个脚掌 脚板 脚掌的部分 来麻烦你把脚側过来 我们拇指内翻 他这个骨头 刚刚我们看过一时光嘛 对 他这个骨头 脚都会跑掉 对 而且这个会跑掉 对 刚刚医师呢 王医师有讲到 开刀 他不是把骨头弄回来而已 里面有很多肌腱 像马的缰绳一样 要调整 你只要找一个随便的 这一支是牛角的 这个平常叫按摩棒 你要找这个是牛角的 或塑胶的 压克力的通通可以 那我们处理人重点是哪里 譬如说你脚趾头翘起来 就是大脚趾底侧 你看我们的骨头在这里 这边是骨头而已 这其他这都是肌腱 肌腱 这边肌肉 来 麻烦你自己拿着好了 感觉一下 这样子 刮 是不是会痠痛 有吗 往外推 往外推 有痠吗 吕姐 有 你力道会很大吗 不会 现在他自己在刮 对 把这种痠痛 你维持这个肌腱的松弛 他就不会把骨头扯歪掉 他这个要跑掉的机会 就会少掉很多 这样了解 可是相对这个在刮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一样要有前面那些步骤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就是比较有刮的那个 刚刚讲就是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一个流程 要小腿先处理 处近它都血完以后 把它肌肉放松 第二再做这个 顺序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这个不方便买 就觉得这个怕刮或皮肤 那也可以 自己可以利用自己的手 用手 来手握拳 握拳 我们握拳这个不是有拳 拳 拳 你自己这样子推 蟹子要注意 这样子推 这个就很方便 对我可以来试试看 如果这个动作你疗效要更好 的话怎么办 你可以泡在热水里面做 整个脚泡在里面 然后手伸到里面这样做 那是疗效最好的方法 你推个二三十下大概就很多了 推完脚会很舒服的 真的 你要泡到热水里面这样 这是最根本不用买任何的道具 对 就是酸手万能 这个手是 我自己可以训练手 这个道具它是比较尖锐 刺激会比较深沉 比较深沉 如果力道又过猛的话 可能会就是表皮会受伤 所以记得要做这个动作 如果你用脸盆 像这个脸盆 放热水 你把泡在热水里面做 效果是最好的 一边乐敷一边做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保养的方式 是的 所以我们的理事长呢 带来这么多有关于就是脚底 还有包括足部的一个算是舒缓 然后按摩DIY的方式 大家学会了没 学会了 好 那我们的健康女王 所以今天大家认识了很多的一些知识 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理事长 谢谢四位的来拍今天节目 健康女王 我们下礼拜同个时间 再见了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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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